记者凌辱山台北报道刘德华肉博打戏亲自上 图华应娱乐提供华语影坛首部空中犯罪巨制 《鸡航线》由天王巨星刘德华监制主演《见鬼》系列 演鹏顺指导张子峰及屈楚萧领贤主演 刘涛 郭东等特别演出 实力派演员王耀庆及歌坛天王 星哲都参与演出 可说是实力与票房兼具的话 阵容 刘德华在电影中单挑一群心狠手辣的豹 全片都在狭小的空间中进行肉博打戏 很多洞他都亲自上阵 用进飞机上每一个空间来发挥 现很多可能性 我很享受这个挑战 电影中展示连场集剧冲击力的震撼动作戏 将犯罪片的正对立班到万英尺高空 场景设定在万米高空之上 全隔绝了外部救援 而拍过多次动作场面的刘 刘涛首次在高空情景上开打 他表示印象很深刻 组搭建的机舱 几乎还原真实的大小 在封闭的舱环境内 特别营造出一种无力的压迫感 在微航线中 几乎每一个动作场面上都在极小的空中拍摄 他说空间虽小却是物尽取用 用进机上一个可用的空间逃走或攻击劫匪 创作过程中现有很多可能性 作为演员好大挑战性 却又好受哪个尝试 刘德华在危机航线中有许多武打 图华应娱乐提供而电影中的反派人物 据组安 屈楚潇扮演狂暴的劫匪头目 屈楚潇从话题作 如一传展路头角 更以电影《流浪地球》成为票房 星 导演彭顺表示 想找到一个可以对抗刘德华 演员来扮演反派 要看起来很危险 人物是要给 有压力的 刘德华也觉得屈楚潇在做完造型后 做和眼神的演出都更具有说服力 也不同于他 网的演出 屈楚潇透露自己全程都不能出现笑 导演说我一笑 就不像劫匪了 他表示自己在演凶狠状态时 其实深感压力 很怕一出手就弄伤 首演员 只要导演一喊卡 他就赶忙跟对手演员 欠 反而对手都不太介意 让他可以更放心地演 达到最佳效果 危机航线故事描述国际安保专 高昊君刘德华氏和失明的女儿小君张子峰氏 乘有空中巨无霸之称的五星级超豪华客机A380的既首航 途中遭遇暴徒截击 无差别射杀的恐怖 断 让豪华机舱瞬间变成密闭炼狱 八百多名乘客威 但兮 高昊君挺身而出 孤身在数千米的高空上 一众暴徒周旋 女儿却受困于机舱中 劫匪头目Mike 储肖是以拳击八百余人的生命作为筹码威胁 小君妈妈复原刘涛事也深陷危险之中 危机航全将10月9日上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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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